看到是在台中有网友PO出了这段画面 这个地方如果租你一个月9000 你敢住吗 这画面一PO网之后 好多网友都在说 这是给鬼住的吗 还有人说 如果你给我9000 我还不一定愿意住进去 毕竟你看到这环境比较差一点 如果真的要住进去 你可能要花一些其他的钱去装潢 才有办法住人 不过谈到这租金 这个北部地区的租金 常常会让人感受到压力山大 我们看到这一张图表资料来告诉您 在北部的租金真的好贵 尤其台北 那么专家说 你要租房子也许可以选择 这CP值比较高的地方 哪些叫做CP值比较高的地方呢 可能就要从这房价租金比来看 好 根据统计来看 你就可以发现 如果你要租的是大楼华夏的话 房价租金比在中正区是来到55.5倍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你要花55.5年 才能够在当地买房 所以这样对比下来 是不是租房子比较划算呢 好 排名下来的话 是中正南港跟闻山区 再租大楼华夏的话 是相对CP值比较高的 好 记得闻山区了 闻山区这个地方 其实更适合租公寓 因为以房价租金比来看的话 当地有相当多的这老旧住宅 再加上未来这交通前景看好 那么以下算起来房价租金比的话 已经来到了44.5倍 也就是说要花44.5年才能买房 那么在当地租房子的话 好像也相对是比较划算了 其他地方包括信义区跟北投区 则是在统计上认为在台北市 这相对租金比较的地方来租房子的话 那么这几区供您参考 好 讲到这租房子 很多这小资族可能觉得 每个月要付房租压力还是好大 提醒您 中央政府 其实这扩大租金补助方案 在年底之前 这300亿已经有在加码 门槛也有降了 所以您可以看看 您是不是符合相关的门槛 每个月可能会根据不同的门槛 补助2000到8000元 也许特定身份还能够在加码 对于这些压力比较重的人来讲 也许是不无小补 台湾的居住正义要如何实现 也许国外的状况还有这个方式 可以来讨论看看 在芬兰就有一种方式是 也许你可以透过租屋的方式 还能够顺便投资房东 房价落在10%到15% 由房客来负担的话 保证你可以持续租屋 而且退租的时候还能拿回押金 这让人想到在韩国的全租房 全租房其实在当地也相当多 其实当时房东如果拿这个押金 可以拿回来投资之外 房客也可以获得稳定居住 不过过去曾经发生过这全租房 发生了一些这问题 就是房东不退这押金 造成这房客的困难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还有一种方式叫做住宅合作社 则是透过集资新建的方式 等于用成本价来建房子 意思就是说建商不用介入的话 共同拥有产权不住还能退还股份 也许这样做的话在租房的住份 未来有机会实现居住正义 以上是这节推播 再把时间还给赵和 浓浓日本风大片玻璃窗上 书法字提写餐点 往内看维持回转寿司 一贯木直调设计 被称为区域房市新指标的藏寿司 竟然又要插起板桥远东园区 板桥现在房价都蛮高的 听说有到80万以上 是有点夸张啦 但是这是一个建计繁荣的现象 必然现象 之所以说是房市指标 就是因为插起地点 机能人潮一个都没落下 以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来看 不只将有葬寿司 还有成品 星巴克 爱买 摩斯 二楼等连锁餐厅卖场 加上有商圈和园区庞大人流加持 房价自然 涨势惊人 看看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附近 今年的房屋成交价是高达74万 甚至近期最新还有成交价是进逼90万 过去拓点南台湾六家大型街边店 都让附近房价大涨 举例来说 占地2000平全球最大高雄店 直接让附近房价飙涨16% 钢山店直接涨三成 不过近期房市受到央行影响 往年第四季推案旺季 动辄数百亿元指标大案齐发盛况 今年统计北台湾超过50亿元的指标新案 仅仅只有8案 最主要也是央行的管制的关系 所以在价格上 在银行的估价上也稍微保守 所以在水位调高的情况之下 自然那个心态会有点冷却 央行政策没打到痛点 反而害台湾市场一团乱 仲裁杨金龙14号似乎也低调认错 暗示不会再出第八波 东森台银新闻王家宏 张老君 新北下方报道 方明激进重点是交通便利 在台北打拼十多年 好不容易想买套房吧 在南部的爸爸妈妈 接来台北一起住 但没想到兄弟俩要申请新庆安 却平平卡关 第一次的资讯 他说因为我自己有房子了 所以就申请不到 我说好吧 那我就想用我弟弟的名字买 这样也是个方法 结果到前几天才接到消息说 对不起因为现在新的规则 因为弟弟他目前属于打工的性质 所以碍于这个身份 他说也不绕远路 他说对不起你可能申请不到了 本来以为还能用时间换取机会 但没想到最新政策再度让他大失望 他说你这次比较急切的需求 你就只好选择成本比较高的方式 来处理 那我觉得这样有点像变相惩罚了 我是真正要购物给爸爸妈妈住的 现在想买套房真的是越来越困难了 尤其是新庆安 本来是补贴两码 但是到了2026年7月 内政部宣布1.5码要取消 跟一般房贷利率落在 2.5%到3.2%相比 新庆安压低到1.775% 但内政部宣布取消补贴 等于拿掉地板架 房贷利率回到2.15% 你是不是值得你绑在自助 不能出租这个牺牲了 那如果假设差距不大的话 可能有些民众 他可能就会放弃清安 去升起一般的民间房贷 但现在其实市场上最大的问题 是你可能根本就申办不到房贷 或者房贷的这一个成数 其实就有不足的状况 内政部补贴取消 等于2026年后打回原型 就会回到旧庆安 但会不会连最后国库署的 0.5码补贴都取消 财政部目前没说明 可能按照网利 会是情况滚动式调整 新庆安引爆了房贷之乱 但水位已满 贷款陈述不足 现金不够下 这苦果确实要全民买单 东森财经新闻 加入牛肉和白嫩嫩板 调一同拌炒 吸满酱汁精华 干炒牛和完美滋味在口中交融 茶餐厅就位在西门町这条街 过去有不少香港人开店进驻 素有小香港的称号 如今岗位渐渐消失 街道上其中一栋商场 近期交易引起注目 而位在成都路这间48年的中古屋 其中一层楼 今年以8100万元来交易 而实价的路上面 备注了18间的套房 据了解过去是作为商旅使用 目前已经歇业了 而未来恐怕会作为分租套房 实际来到现场 这间商场一共六层楼 一楼店面空荡荡 二楼则是港商企业办公室 据当地店家表示 不少业者已经撤出 如今大多是作为仓库使用 会有台湾人跟一些香港人 大陆人可能有古董翡翠 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些诚意 疫情后一定会变多啊 对啊 疫情前当然就少啊 生意游好一点 人潮渐渐回流 西门町商圈有明显复苏趋势 因为根据数据显示 今年前八个月 主要观光据点总游客人次 位居第一名的旧市西门町 买一方大手笔包下商场 一整层楼 看准的旧市疫情后 人潮显著提升 这次的交易呢 其实如果换算交易 大家约五字头 以中国行情来讲的话 其实相当的实惠哦 那这样子的物件呢 如果是换算它的出租 注金大概约落在一头五万元之间的话 每个间套房的这个投报率 有到300%以上哦 观光客变多 旅数需求也会随之增加 只不过80年代的香港易条街 随着时代的改变 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东森财经新闻神运团 邱小倩台北报导